同学们好 前面我们学习了单元系统像图和二元系统像图 三元系统像图由于比二元系统像图多了一个组分 所以要比二元系统更加复杂 我们仍然只考虑凝聚态系统 对于三元凝聚系统F等于C-P加1等于4-P 自由度为0时P等于4 即三元凝聚系统中最多为四项共存 系统中至少会存在一个项 即P等于1 此时F等于3 即系统的最大自由度数为3 三元系统像图完整的状态图 应是一个三坐标的立体图 但这样的立体图不便于应用 我们实际使用的是它的平面投影图 后面我们将详细加以介绍 首先我们来看三元像图组成表示方法 三元像图的组成用等边三角形 即浓度三角形来表示 三个顶点表示三个存组份 A B C是单元系统 三条边表示三个二元系统 在三角形内的任意一点都表示一个含有A B C三个组份的三元系统的组成 像图中有一个系统组成点M M中各组份的含量如何确定呢 首先可以用平行线法 过M点做B C边的平行线 在A B A C边上得到拮据A 就代表顶点物质A的含量 同理在A C B C边上得到拮据C 就代表顶点物质C的含量 另外我们还可以用双线法确定M的组成 大家看右图 过M点沿三角形两条边的平行线 根据它们在第三条边上的焦点 来确定 那么反过来 我们用两种方法都可以在已知系统含量的情况下 确定其组成点的位置 根据浓度三角形的这种表示组成的方法 不难看出一个三元组成点越靠近某一个顶点 该顶点所代表的组份含量必定越高 下面我们来看三元系统像图中的一些关系 学习这些关系对于我们分析吸经路线 分析实际问题都是很有帮助的 第一个规则 等含量规则 在等边三角形A B C中 平行于一条边的直线H I上的所有个点 均含有相等的对应顶点C的组份 这个比较好证明 用平行线法拮据相等来证明 也可以用双线法做全等三角形加以证明 第二个规则为定比例规则 我们对照此图来看 从等边三角形的某一顶点C向对边做一条直线C D 则在线上的任意一点中对边两组份A和B的含量之比不变 而顶点组份C的含量则随着远离顶点而降低 这个规则可以通过双线法做三角形 做出来的三角形为相似三角形来加以证明 等含量规则和定比例规则 对不等边浓度三角形也是适用的 不等边浓度三角形内部系统组成的表示方法 与等边三角形相同 这在我们后边分析负三角形的时候可以用到 通过定比例规则 我们可以推出另一个规则 背向规则 在三角形中有任意混合物M 则从M中不断吸出某一顶点的成分 此图中就是吸出晶体C 那么混合物中剩余物质的成分也不断改变 但AB相对含量保持不变 剩余物质的成分改变的途径 在这个顶点和这个混合物的连线CM上 改变的方向背向顶点远离顶点C 这个规则是我们写三元系统像图吸睛路线第一步的基础 第三个规则为杠杆规则 在三元系统中 一种混合物分解为两种物质 如图中P分解为M和N 或者MN合成为混合物P时 MPN的组成点在一条直线上 新项组成点与原来两项组成点的距离 和两项的量呈反比 就是说GM比上GN等于NP比上MP 接下来我们看重心规则 首先是重心位 在三元系统中 若有三个物质M1、2、3合成混合物M 则混合物M的组成点在连层的M1、2、3的内部 这个M点所处的位置称为重心位置 根据杠杆规则 可以推算出来 三角形三个顶点物质相加就可以合成M 混合物组成点在三物质组成点所为的三角形内时 M也可以分解成M1、2、3三个物质 扩展开来 如果M点是叶项 将可以同时吸出M1、2、3三种晶体 四项共存 交叉位 如果M点在三角形M1、2、3某一条边的外侧 切在另两条边的延长线范围内 这需要从物质M1、M2中取出一定量的M3 才能得到混合物M 这个规则称为交叉位置规则 也通过杠杆规则进行推算 M1加M2等于M加M3 如果M点是叶项点 那么就可以说成叶项把M3转容后生成M1、M2 也是四项共存 第三个位置为共二位 在三元系统中 物质组成点M在三角形一个脚顶之外 这需要从物质M3中取出一定量的混合物M1加M2 才能得到新物质M 此规则称为共乐位置规则 如果M点是叶项点 那么就可以说成叶项把M1和M2转容后生成M3 仍是四项共存 这个规则比较好推导 把M3看成是M、M1、M2的重心位 则M加M1、M2就生成M3 重心规则处理四项平衡问题十分有用 后续我们可以用来确定像图中 无边亮点的性质 大家一定要能明白重心位 交叉位 共恶位的具体位置关系 本次的知识点就讲解到这里 要求大家掌握三元系统像图中组成的表示方法 以及三元系统组成中的这些关系 同学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